好家伙 这荒野求生也太爽了吧 大腿粗的链鱼上手就抓 看来求生开局三天恶酒顿的魔咒要被打破了 还有香甜可口的蜂蜜可以吃 这哪里是在荒野求生 简直就是来非洲开美食party的 欢迎大家点赞我的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 每天及时关注最新求生视频动态 上期说到盖里队伍经过淘汰赛后 临赛妹子被无情劝退 时间来到了第12天 盖里和丹丽一大早出门寻找食物 这种猴面包树是荒野里的大宝贝 富贵显中求 盖里直接手脚并用爬上去 地上的树叶让妹子吃得那较一个香 但小伙伴可别轻易尝试 要是手滑掉下来 别问我该怎么办 那肯定是扛回村里风光大半 地上的妹子吓得打起都不敢喘一下 布伦特此时也来到河边抓鱼 本来有隔壁送来的鱼可以吃的 不料队伍里的妹子脑抽 竟然不领情 把鱼全部还了回去 他怀疑这个女队友脑子是不是有包 反正现在肚子饿得呱呱叫 但是食堂里的鱼并不好做 兜兜转着了大半天 连根毛都没捞到 不像丹妮这边拿着网豆狂捞几下 轻轻松松就有十几斤大鱼入账 加上没有其他选手跟他竞争 这小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滋润 突然看到隔壁的布伦特走过来 闷声发财的丹妮立刻收网回家 他可不想让别的选手知道这风是宝地 这个队伍每天都能大鱼大肉 要不是最后只能一人领奖金 他们肯定是地表最强战队 到了夜里 荒野凶猛的小可爱准时打卡上班 附近的叫声吵到人根本无法入睡 要不是白天烤鱼吃多了 丹妮真的想拿着砍刀出去大战个300回合 挑战来到了第13天 特里克营地附近也发现了沸沸的身影 看来这里只能中午出门了 因为早晚都会出事 这几天他们的伙食简直太差了 杰夫希望盖里队能早点把弓箭交易出来 现在队伍几乎是一无所有 只能等节目组开启下一轮物资竞争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 新任务说来就来 所有团队两天后需要迁移 并且把收上所有物资都要带走 新地点的危险动物变得更多 当然可使用的资源也会随之加大 上百斤的鱼鱼 只要你有能力就管保 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补充能量 不然长途迁移怕是要航不住 盖里认为这是自己杀出重围的好机会 杰夫不知又在想打什么坏主意了 凯斯打算搞点蛋白质回来填肚子 被体力瞎闹 所以他脱离队伍摆烂在家里 凯斯盯上了正在做尼玉斯巴的小猪猪 要是让他搞到一头 这次纤细肯定毫无问题 只是这兽联哪有那么简单 稍微闹出点动静 都可能惊动猎物 凯斯并不敢轻举妄动 原地等着小可爱们走过来 很快野猪佩奇就进入了射击范围 目色蛋白质只有十的距离 闭着眼抓到一头 都够大伙们吃撑了 然而开始却一箭射偏了 到嘴的肥肉瞬间四处逃算 躲在角落里的达林起的 差点大腿都拍断 丹妮也在营地里 讨论着寿力的方案 这几天烤鱼都吃腻了 大家伙们都想着 搞只小可爱回来换换口味 但妹子却想着 老老实实抓鱼好 毕竟有鱼吃 至少自己不会饿肚子 要是眼前这老六抓不到猎物 那自己肯定也会 跟着饿得呱呱叫 由于丹妮并没有 理会自己的建议 随其转眼就跟旁边的费男 费男多觉得这妹子 就是来搞事情的 所以并没有理会这老卑鄙 但丹妮这边练习 射箭效果并不是很好 十几件下去 没有意见命中的 费费已经来到了 杰夫营地头顶上 要不是手上没有弓箭 不然真的想抓一只 下来尝一尝 肉搏是不能够的 毕竟这玩意 实在是太凶狠了 没办法 现在只能远远地 看着蛋白质流口水了 杰夫很害怕 睡着后被他们偷袭 晚上睡觉都不敢睡得太死 挑战来到了14天 杰夫发现附近的沸沸开始越来越暴躁了 幸好明天就是千禧离开的日子 不然真怕他们突然冲过来群殴自己 丹妮这边准备收集多点食物 可惜这边的野果子 还处于青色的状态 盖利突然发现树上有蜜蜂盘旋 没猜错的话蜂窝就在附近 盖利发现树上有白色液体滴落 镜头拉近一看竟然是蜂蜜 两人对着镜头鬼鬼祟祟的 生怕隔壁老王过来偷家一样 这种非洲蜜蜂不带刺 并不用担心被扎成猪头 盖利在野外掏蜂窝 已经非常有经验 上几个赛季都能看到他掏蜂窝的身影 对付这种小蜜 简直就是手道琴来 首先将绳子抛到树叉上 接着再把受伤这一段扯带上去 盖利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都没能扯下来 没办法还是爬上去砍掉 下面的丹利轻轻用力一拉就断了 现在两人终于可以回去品尝蜂蜜了 回到营地拿着砍刀卡卡一顿猛噪 里面的蜂蜜实在是太多了 一口下去 直接填到新砍里去 有了蜂蜜的两人 随即开始打情骂翘起来 看把丹利红的嘴都喝不拢了 有了蜂蜜的加持 接下来的长途迁徙 算是稳如老狗了 丹利说了那么久出门打猎 今天终于肯扛这家伙是出门了 他们打算搞一头野鳞羊回来做烤飞羊 很快来到伏击位置 两人在掩体里等到都快要怀疑人生了 总算看到了垂涎已久的蛋白质 可惜丹利刚想拿起弓箭撸一发 不料这猎物转身就逃跑了 丹利并没有就这么放弃 只能继续待在这里继续打腹肌 布伦特留在庇护所里负责后勤 他要尽量多收集柴火今晚使用 而凯斯和达林则在外面打猎 但弓箭狩猎不仅要有耐心 而且还得看运气 这只羚羊已经进入了死亡射程 达林看准机会 直接撸了一箭过去 就这脱裤死尿都能尿中的距离 他却射偏了90度 对着镜头他已是笑得一脸尴尬 附近的动物全部受到惊吓落荒而逃 没办法 两人只能空手而归 今晚又得喝西北风 布伦特感觉明天的迁徙要惨了 真怕他们会扛不住累到在地 特里克这边也发现了附近的蜜蜂 可惜手上啥工具都没有 想要搞到树洞里的蜂蜜有点难度 他来到隔壁队伍这边 企图让他们帮忙砍掉树木 一听到有蜂蜜时 众人瞬间就来了精神 好家伙 你摇人就摇人 有必要把整个部队都扯过来吗 就这点蜂蜜真的够分吗 此时盖里也正在忙着搞蜂蜜 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呼叫 他赶紧收好手上的工具停止操作 没想到十几号人马跑过来 这蜂蜜怕是不够分了 原来他们是通知盖里过去掏蜂窝的 丹利只在旁边笑笑不说话 就这样一群人赶往蜂巢那边 需要将这根木头砍下来 丹利立马抡起斧头 就是一顿卡卡乱造 每一会就拿到了里面的蜂蜜 这蜂蜜橙色果然不错 来上一口简直透心良心飞扬 所有人都吃得津津有味 有了这次能量补充 明天的千禧估计没什么难度了 他们整了大几斤蜂蜜回去 特里克为自己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感到骄傲 可惜平均分下来蜂蜜只有一点点 丹利每次分割蜂蜜事都会沾上一点 这样明显就会比别人多吃 杰夫对丹利这种蒙铁手指的做法非常不满 丹利这枚子今天都乐坏了 刚吃完了别人分享的蜂蜜 现在又和盖里偷偷弄蜂蜜下来吃 此时的心情那是好的不得了 杰夫这边又开始跟沸沸斗士斗勇了 感觉树上的小可爱 随时都可能冲下来 现在他也是怕得一批 这片区域大概有30多只沸沸 一旦东窗事发 杰夫今晚怕是耶稣来了都留他不住 万万没想到刚入眼 沸沸使出了绝杀剂 竟然在树上狂拉尿尿 这可把杰夫给害惨了 现在他的头发上面全是沸沸尿 要不是手上没武器 不然今天指定要这些沸沸感受一次人类的毒打 杰夫现在浑身都是尿骚味 一旁的队友特里克直接笑出了猪叫 幸好明天就要离开这里 不然迟早会被这些沸沸骑出病来 盖里这边都能听到杰夫的惨叫声 庆幸自己营地并没有沸沸过来捣乱 杰夫在营地里大喊大叫 树上的沸沸直接开启了party 最后直接惊动了杰木组过来 这边的情况的确非常严重 为了安全起先 杰夫组被安排到盖里那边过夜 惨 真的太惨了 盖里没想到这么晚了还有人过来 隔着老远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尿骚味 好不容易才熬到第15天 今天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好在杰夫没有发现藏起来的蜂蜜 等杰夫两人离开后 盖里和丹利醒来又继续补充能量 当他们回到庇护所的时候 地上那是一片狼藉 之前收集到的食物也被霍霍完了 整个家都被沸沸给掏空了 闻着浓郁的尿骚味 杰夫把沸沸头骨挂在胸前 今天算是把仇恨给截下了 两人那是一刻都不想留在此地 凯斯这边已经打包好行李 布伦特感觉身体就像被掏空了一样 现在干什么都没力气 三人趁着太阳还不是很猛 所有人必须提前出发开始迁徙 丹妮和费南多这边状态非常好 他们的工具物资非常多 长途迁徙负重也是个大问题 丹妮总是将物资掌握在手里 这让队友崔希感到非常不爽 他感觉在队里一点权力都没有 作为酱油选手你还想要啥 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团队迟早都要四分五力 这次迁徙对选手们来说是个重大考验 一路上还可能会遭遇野兽袭击 加上炎热的气温身体很容易脱水 因此节目组为了选手们的安全 所有人必须一起前往目的地 而且摄影师扛着机关枪随时待命 这才刚开始出发没多久 布伦特的脚就开始改